哈囉 大家好 我是Pin 又回到我們渺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呢一樣來介紹我們的Fate關卡 那今天原本是要跟大家介紹我們Saber關卡了啦 但是這邊的話呢 有一個限定的活動關卡 就是我們超激動Saber Ultra來襲 好 那基本上這個關卡就是我們之前 日本版本有跟大家介紹過黑暗的那個Saber關卡 那基本上這個關卡的話就是我們合作開始 起第五天的話作為遊擊關卡出現 那作為遊擊關卡出現的話 就是每天有一定的時間會出現的一個關卡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來介紹一下這個關卡 那就是它是超激鬥 所以應該是比我們大激鬥的那個金閃閃的關卡 還要再難的感覺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打打看吧 基本上之前已經打過了 它基本上是一個就是波動的關卡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先漂配一下我們隊伍 基本上它是一隻波動傷害的角色囉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波動傷害的角色的話 我們就用之前我們打古代不合的那一套隊伍 來打打看 看一下能不能啦 我們先來打一下落入陰影的騎士王 超高級 Let's go 基本上就是應該還滿難的關卡 應該就是這本系列最難的關卡 我不知道會不會比金閃閃難啦 我們就先來打打看 基本上之前打的時候發現它是一隻波動傷害的角色 所以這邊的話非常建議大家戴上 我們的章魚狐貓來打打看囉 好 這邊一開始的話是出現了我們兩隻企鵝 我們可以先用這兩隻企鵝先來存點錢 應該是沒問題的囉 那基本上黑色一把的話呢 它就是開始活動五天之後呢 就會以那個遊擊關卡出現啦 所以就是這幾天的話應該都可以打到 那如果你想要挑戰看看的話呢 都可以看一下它的時間 然後來挑戰一下囉 好 這邊的話先解決這兩隻企鵝之後呢 先升點錢包 欸... 好像有點走太快了 不過沒關係 這邊的話呢 就先叫出美女神好了 然後疊一下章魚狐貓 因為待會我們的黑色一把啦 基本上就是一隻波動傷害角色 之前日本帳號的話 基本上打的時候是覺得還好 那這邊不知道台版帳號能不能輕鬆的解決喔 好 基本上我覺得它會比較難的原因 大概就是我們的那個波動傷害而已 那波動傷害怕得上我們那個 戰友狐貓就覺得不堪一擊啦 那這邊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打過 怕一下我們包倒娘過來 那黑色一把 我覺得其實長得還蠻帥的 我還蠻喜歡的喔 OK 這邊的話呢 是應該沒問題可以挑戰成功 我們這個超高敵的關卡喔 OK 那這關卡的話 其他敵人大概就有我們的紅色敵啊 還有黑色敵人 還有我們的袋鼠 一般的袋鼠再加上我們企鵝 所以關卡是還蠻多元豐富的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我們這幾個屬性 帶一些比較厲害的貓貓登場 應該都會不錯 好 再來就是我們第二關卡 洛洛陰影的騎士王極難關卡喔 但是我覺得這系列的關卡 大概都是有三星關卡啦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也是 一星關卡的第二個極難關卡 所以來看一下會不會變比較難一點點 一開始出現的是我們的小松鼠 那我覺得昨天競戰斬的關卡 會比較難的原因就是因為有我們的鋼鐵敵人 因為鋼鐵敵人基本上你要會心一擊的話 也是吃蠻多運氣的嘛 那基本上這關卡如果沒有鋼鐵敵人的話 應該會比較輕鬆許多 但是這邊的話有很多隻小松鼠 可以利用這些小松鼠來存點錢包 應該會不錯 好 這關的話大致上已經知道了 除了小松鼠之外呢 後面是出現了我們的一星的河馬 好 一星河馬的話呢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叫一下我們的內人 白巫厚出來 因為是有屬性的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用他來緩速喔 其實很久沒有叫出我們白巫厚了 最近的話打我們廢的關卡 因為他們都不是有屬性的敵人啦 所以基本上都沒辦法派出白巫厚 蠻可惜的 好 這邊先用一下白巫厚 緩速我們的一星的河馬之後呢 就可以先努力的來存點錢包喔 把錢包存起來就沒問題 主要感覺好像都是一星敵人了耶 後面又出現我們一星的寄居蟹 那一星關卡的話 就是帶上一些打一星敵人的隊伍 就沒問題了喔 這邊的話我們也可以派出我們的 那個美女神啊 或是我們的包島娘 基本上這幾隻的話 都是能夠打我們異星敵人喔 沒問題 好 這邊把我們的異星河馬解決之後呢 就剩下我們的異星寄居蟹啦 基本上用我們的美女神應該還是沒問題的喔 好 直接叫出我們的包島娘啦 那這關的話也不要忘記就是 碰塔之後會有我們的黑色把出來 所以在一開始的話 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疊一下我們的 就是 狡獄虎貓喔 這樣的話才... 嗚~~~~~ 拿路歐頭捏 原來還有我們的不死生物ですね OK 這邊的話呢 是直接用砲把他們給打出來之後呢 讓我們的包島娘可以成功的進化住他們喔 所以這關卡大概就是異星敵人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不死敵人啦 所以...喔 你們知道嗎 這關最赫色的拿誰出來嗎 最適合拿我們的那個小英出來啦 因為小英對於我們異星敵人 還有我們黑色敵人 跟我們不死敵人 是一隻不錯厲害的坦克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關卡應該是還好啦 但是就是要疊多一點的 我們那個就是... 呃 章魚虎貓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帶上我們的不死的克星的角色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不死敵人大概就出我們的小敵人 還有我們的豬豬 還有我們的小蛇啦 所以也不會特別麻煩 所以待會可以出去換一下 我們的那個... 頭蟹大戰進來應該會不錯喔 好 這邊 目前來說 豬豬已經穿到後面去了 趕快再叫我們一隻包島娘出來 那感覺目前來說比較麻煩 就是不死生物再加上波動傷害啦 因為以前沒有遇過這種的喔 但是目前來說 包島娘再加上我們的白物獲 都是屬於就是... 呃 免禮消 呃 可以就是... 可以免受我們這隻波動傷害的角色 所以還算是可以 但這關如果沒有好好的克制住 我們不死級的人的話 這樣我們章魚虎貓基本上是過不來啦 那過不來的話就很難就是 來扛住我們這個波動傷害囉 所以可能還要再疊幾隻 我們小隻的那個就是... 猴蟹大戰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這邊果然就是不死生物一個麻煩在鬧事喔 好 這邊的話出號機 順利的把我們不死生物都進化掉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看一下能不能順利的把我們的黑色把給打死 感覺這關卡會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不死生物會切斷我們陣線 會把我們就是章魚虎後面章魚虎用不過來喔 所以後面還是要疊幾隻 我們能夠進化的一些 那角色會比較好一點點囉 好 這邊的話順利的把我們小敵人給進化掉之後呢 又可以來面對我們的黑色把囉 那黑色把就是一隻會打出波動傷害的角色 而且攻擊率還算蠻遠的 可以直接砍到我們包到娘喔 所以要比較小心一點點啦 OK 這邊順利的把我們黑色把給解決之後呢 應該就沒有問題囉 那第三關的話 三星關卡 我覺得應該就是要用一下我們猴蟹大戰 然後再派幾隻就是 能夠更快進化我們那個不死生物的角色 一些角色出來 應該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囉 好 這邊來把他給毀掉 可以取得這關才勝利 沒有問題 欸 沒有欸 所以這關卡的話 基本上是只有一星關卡的啦 所以他沒有再接下去 我以為有 而且我們剛剛好像看到可以 就是進化我們哪一隻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啦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因為遊戲會送我們一隻角色 叫做我們的這個 英靈貓Saber 也就是我們的貓Saber啦 那基本上如果你有拿到貓Saber的話 打贏我們剛剛那個關卡之後呢 就可以來進化我們的這個英靈貓Saber喔 進化之後就會變成我們的貓Saber Auto 等到天幻地牢都沒被召喚 所以試著染黑自己的貓咪這件事 剩餘攻擊漂浮敵人 全妨礙效果無效 喔 妨礙效果的話應該就是一些控制效果那些的 所以就是能夠 欸 全妨礙效果無效欸 好像還蠻猛的 感覺可以試試看喔 基本上你只要拿到我們這個貓Saber之後 打贏我們剛剛那個就是黑色Saber的關卡的話 就可以把他三接進化 變成我們貓Saber Auto囉 好 那這些角色的話呢 基本上他這邊的介紹是說 全妨礙效果無效啦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來測試一下 這個意思到底是什麼意思喔 因為我覺得全妨礙效果無效的話 應該就是一些 比如說我們的古代總火阿 或是暫停效果那些應該都有可能會無效 所以我們先帶他來看看一下 打我們的古代關卡阿 會不會能夠不中我們總火的效果 如果是的話呢 我覺得之後打我們古代總的話 應該可以帶他去打打看囉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來打一下 我們旺旺旺的一大堆的那個 松鼠的關卡好不好 讓他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抵消我們的古代總火喔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出他來看看看好了 那這關的話就會有一大堆的松鼠阿 之前卡這關打卡了還蠻久的 我們就來試試看 看一下能不能看一下 他是不是能夠抵消我們總火喔 好 這邊的話先派出來 然後 這邊來看一下 好 這邊感覺好像是有耶 有一個防禦的姿態的感覺 但是被打兩下就死了 哈哈哈 但是基本上還蠻量產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當一個那個 坦克的存在 然後就當一個小炮灰啦 而且他真的不會有那個就是 就是總火的感覺喔 所以跟我們那個現代貓一樣 就是不會被我們古代總火給影響 那應該也是不會就是被我們暫停啦 所以應該也可以拿去打我們的就是燈籠魚喔 待會我們來去看看那個燈籠魚的關卡 看一下他是不是能夠擋住 我們的那個燈籠魚的招式 感覺這邊是可以擋總火 所以還不錯喔 好 那剛剛我們的那個就是 黑色的蝦巴貓的話 基本上是能夠抵消我們古代的總火 但是基本上他也只能扛兩下攻擊 所以也算還好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也能夠扛住我們那個暫停的效果 因為如果他能夠扛住我們暫停效果的話呢 在我們打燈籠魚的時候 他應該是很容易可以進去到我們燈籠魚體內那邊 當一個坦克的 所以我們來這個硬棒棒的暗黑兵器 這關卡來看一下 是不是能夠就是抵消我們暫停的效果 感覺這樣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弄上一個就是還蠻好的一個盾牌 因為他基本上是我們ES貓貓啦 那ES貓貓的話基本上呢 戴上他的話呢 呃就不怕我們會被有一些就是 四星關卡的暫停效果給打鬧啦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感覺好像沒什麼大事的感覺 好這邊感覺暫停是弄不到他的 可是這邊血量真的有點太薄了 所以直接被轟飛 那如果把他等級提高一點點的話 我覺得應該還會算是不錯的角色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本來目前來說的話呢 黑色把如果順利的走過來 那就還好 目前就是先看一下啊 很多黑色敵人 感覺黑色把都是被我們小黑色敵人給搖爆喔 不過目前來說應該還算是可以往前頂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邊這個關卡啊 果然燈籠魚就是一個麻煩喔 好這邊看起來的話呢 我們黑色把都慢慢在走過來啊 所以應該是沒有辦法就是 被我們的燈籠魚給暫停住的 所以真的還算一隻還蠻厲害的角色 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他的話 就盡量趕快來打一下我們的黑色關卡 因為黑色色把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像我們剛剛那樣打 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喔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關卡的話 是只有一星的啦 就是我以為他會有三星 所以這關卡的話 我覺得跟我們金神閃關卡來比的話 我覺得這關卡的話 稍微就是比較簡單一點點 但是也是有麻煩的地方 因為有不死敵人啦 不死敵人一直在後面中斷 我們就是張雲虎貓過來的路線的話 基本上會讓我們就是波動傷害的 能夠抵消的角色就是慢慢走不過來 走不過來之後呢 我們黑色把砍了每一下 都會有波動傷害 就很容易砍到我們後面的角色 就會讓我們後生的角色 就是造成會死亡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所以這關的話 可以帶上我們一些就是比較小型的 就是比較能夠快速出來的一些 就是進化部隊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帶上猴蟹啊 或是帶上我們的那個 電鋸貓或是我們撐乾料貓 來進化掉我們這些不死生物之後呢 再讓我們那個章魚虎貓往前進之後呢 應該就會比較好打許多囉 那除了我們不死生物以外呢 還有我們的異星生物啦 所以這關的話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囉 但是比我們昨天的金神閃關卡來說的話 會比較好打許多喔 所以超級豆子的SEBA AUTO來襲 基本上就是還好喔 我覺得應該是還好喔 好 這邊有一張金券 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一發金券 超級貓貓 直接登場 沒有問題 來 登登 好 呵呵 好 稀有的是在打貓 還行好不好 至少是費特系列的 還行 好 那如果大家對於我們的這個 暗黑SEBA關卡有些問題啊 或是有好打方的簡單功率方法的話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 或是分享喜歡幫助的小辣椒們喔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就喜歡哲平的頻道 開啟訂閱喔 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出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我是瓶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